本场比赛被安排在18点进行,极为炎热的天气让熊泥挥汗如雨。 在凹体中心卖水的摊贩却将此前五元一杯的水,直接涨价到15元。 事情发生后,愤怒的球迷先是把怒火发现到鲁能俱乐部身上,更有部分球迷直接投诉到山东省物价局。 接到球迷投诉之后,山东省物价局紧急启动调查程序,他们率先调查的也是鲁能俱乐部。 此时,所有人才发现,鲁能被冤枉了。 实际上,鲁能只是个体中心体育场的足骨,而鲁能比赛时,这些卖水的商户,同样租赁的是奥体的位置。 这些商贷和鲁能属于平等的关系,鲁能根本无权对他们做出限制,其实,鲁能也希望为球迷做一些事情。 此前,鲁能曾经联系了一些饭店,准备定制大约20个大桶的绿豆水,宰各个入口,为鲁能的球迷提供免费的饮水供应,但此只遭到了有关方面的阻止。 有关方面给鲁能算了一笔账,鲁能现场有几万名球迷,按照每名球迷喝两杯水,每杯税五元,你交上这些钱,就可以给球迷免费供应水了。 鲁能目瞪口呆,最终,鲁能被迫取消了给球迷免费供应水的计划。 在街道球迷投诉之后,山东省物价局经过多方调查,7月30日,山东省物价局出台了一个文件,直接给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那个经营者,对街机调价进行了说明。 同时希望有关方面,其一,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。 其二,切实加强价格自律管理,遵循公平、合法、诚实信用的定价原则,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。 其三,在球赛,演唱会期间,要认真规范自身价格行为,严格履行银马标价的义务。 其四,不得利用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,滥用市场支配地位,持续传统涨价,团击之旗, 空抬物价,价格积诈等价格违法行为,山东上物价局罚文之后,有媒体表示,以后去鲁能大球场,济南奥提中心体育场观看比赛,球迷就不用担心多花约往前了。 然而,仅前两天之后,8月1日鲁能主场和上海参花的比赛,有视频显示, 喜南奥提中心的商家,将水的定价从15元提高到30元,这也引爆了现场球迷的贩怒。 多名球迷围住商贩贩怒指责,有球迷评论说,顶峰做二纳,在鲁能和上岗的比赛时,鲁能曾经委托莱姨体育,进行过一次观赛体验调查, 在调查中,莱姨体育也对商贩饮用水的安全问题,提出了整改意见, 因为卖水商贩大都是把水杯一字排开,然后用桶装水挨个倒水,很容易掺杂静汉液。 此外,奥提中心的厕所更是肩负所指,在露能比赛期间,济南奥提中心体育场的厕所可谓是尿液横流, 要求你这样评论,如果你不想买高价水,那你就得多喝水,然后你不得不上厕所,弄一小尿液,如果你不想上厕所,你就不能提前喝水,就必须买高价水,反正你逃不过。